在北京航天城 航天员和航天科技工作者代表整齐列队 举行升国旗仪式 仪式结束后 中心空间站任务问天舱发射场试验队 即刻奔赴文昌航天发射场 我们一定不如使命 展现中国航天人的自信和风采 为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再立新宫 当天 神舟12号航天员汤洪波 还以隐形的翅膀为题 深情讲述了自己的追梦故事 我们要特别感谢祖国的强大 科技的发展 尤其是航天事业的发展 给我们航天员提供的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 我永远相信持续努力的力量 在刚开馆不久的航天科普教育基地 学生们正在聆听航天科普专家 揭秘奥运火炬的航天黑科技 开馆以来 已经有近千名小朋友们 前来感受航天的魅力 了解航天文化 建这个馆的目的 也是为了科普航天知识 弘扬航天精神 也希望能让航天的种子 能够培养出未来的航天的动良之才 我要好好学习 长大当科学生 在今年航天日的主场活动举办地海南 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线上线下航天科普活动 由嫦娥五号采集的月壤样本 在博物馆里免费展出 让当地高校学生和社会公众 一睹月球芳荣 今年海南省还将举办 2022年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 和2022年中国航天大会 开展线上直播 线上课堂 论坛研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